那貝殼總會在夢中驚醒 訴說一點愛上過的往事 那看似滿不在乎轉過身的 是風乾淚眼後銷售的影子 不明白的是為何人世間 總不能溶解你的樣子 好多人都說買摩托車呢 為什麼要買這種拉力車 而不是買仿賽或者街車 那些車呢 騎起來又帥 然後跑起來也快 但我們這騎拉力車這些類人呢 騎摩托車呢不是為了追求速度 壓根就不是奔著速度去的 就拿我這車來說金鋪502 500多斤吧 然後加上我三個箱子帶的東西 快接近600斤了 所以說你說怎麼來比速度呢 我追求的是其他方便 三個箱子呢我能裝不少東西 現在下雨了 騎到半道下雨了 然後其實我的三箱呢能裝下雨衣的 我也買又雨衣啊 但是今天剛好忘了帶 然後現在回家的路程呢 還有差不多10公里 我只能淋著雨回去 但是我可以把我手機 把我身上所有的東西 全都放在三箱裡面 是不是如果是你騎的街車 或者是仿賽 就沒有這三個箱子 你就沒法放東西這些 我平常三個箱子 基本上都是裝滿了啊 我平常的相機無人機 還有我的一些日常用的小東西 都裝在裏邊 三個箱子足夠了 出去呢也不用背很大個包啊啥的 就是三個箱子裝東西 已經很夠用了 說拉力車不帥 那也只是可能你不喜歡拉力車 對於我們喜歡拉力車的人來說呢 這個車它騎起來帥 它就算不騎 它停那兒我們也覺得帥 很大一坨對不對 實話實說下雨天呢 還是開小車舒服一點 儘管你勤勃的車可以穿雨衣是吧 但是還是沒有開小車那麼方便 今天呢吸取教訓了 以後出門必須得把雨衣帶一路了 這又是半道上下雨這太麻煩了 我現在得淋雨回去 那杯哥總會在夢中驚醒 俗說一點愛上過的往事 那看似滿不在乎轉過程的 是風乾淚眼後小聲的影子 不明白的是為何人世間 總不能溶解你的樣子 是否來遲了冰冰的雨 早已寫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不變的你 住在茫茫的城市中 聰明的孩子 給你這一碎的燈光 瀟灑的你 將心事劃進塵圓中 孤瀟灑的你 孤瀟的孩子 平時從你的溫通 從來 遲到超級越來 汗浪的需要 一堆 又離開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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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術中 一堆 一堆 明天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